好 我们之前写过这个band 现在呢 我们来手写这个call 这个call函数呢 我在手写的时候呢 我就不去借助其他方法了啊 像什么apply band 我就不借助了啊 完全的手写 通过写它呢 不仅可以准确的理解这个call函数到底在做什么 同时呢 也可以训练我们的开发能力和细腻的思维 首先还是考虑第一个问题 这个函数我要写在哪 写在哪呢 这个函数是通过其他函数来调用的 所以说我要把它写到方形的原型上 这是一道原型的知识啊 要取个名字叫mycall 好 这个函数有哪些参数呢 首先有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这个要绑定的this 对吧 好 给它写上啊 那么后续有什么参数呢 后续呢 那就不一定了啊 它可能有0个 可能有100个 那说不好 那么所以呢 我这里呢 使用剩余参数来接收 好 那么这个方法的格式呢 就写好了 那么这里下边的调用呢 我们使用这个mycall来调用 好 接下来一步一步写 首先是这个this 你看this的指向 如果说你给它写的是一个原始类型的话 在官方的this里边它会怎么办 你看我这里打印了this和两个参数啊 走 他会把它变成包装类型 也就是啥 也就是一个字符串的那个对象 那么同样道理 如果说你写的是一个123一个数 数字 那么它会把它变成number 同理 如果说你写的是boor 2和force 都会把它变成包装类型 那如果说你写的是now或者是undefend呢 那么这样子呢 它会得到的是全局对象 把这边界情况要考虑清楚 比如说再写个undefend 都是一样 全局对象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在这个函数在实现的时候 首先你要考虑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把这个参数呢 做规一化 就它有很多种类型 你要把它统一弄成一种情况来处理 不然的话 后边判断太多了 其实你仔细观察的话 这里情况就这么两种 一种呢 是它为undefend 或者是为now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的this指向指向谁 指向的是全局对象 在浏览器里面是window 在low的环境里面就是global 那我这里怎么来判断浏览器和low的环境呢 你不用判断 你直接使用一个关键字啊 叫做global this 它就能适配所有的环境 这个关键字呢 在浏览器环境里面就是window 在low的环境里面就是global ok 那么这种情况就搞定了 那如果说不是undefend 不是now呢 那你是不是还要判断它是数字 把它变成number 它是支付串 我还把它变成stream 有必要吗 没必要 你直接拿一个object 把那个放进去 包一层就完事了 你看哈 比方说我有一个对象 你拿一个object 把对象放进去 你结果呢 它还是那个对象 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呢 你如果说包的是一个数字 它就会把它变成number 你包的是一个字符串 它就会把它变成spin 你用object 包一下就完事了 那么通过这个表达式 是不是把这个context的情况 就是this指向的情况统一处理了 我们在这里呢 重新给这个context的复制 复制为这个表达式的值 你要么就是global this 要么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后边呢 我们就不用再去做任何判断了 这叫做参数归一化 把不同情况的参数给它归一成一种情况 后边就统一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发技巧 好了 通过这段代码 我们就保证了 在后续代码中这个context一定是对象 对吧 这一点是可以保证的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运行的是哪一个东西 运行的是这个方法 那我在这个函数里边 我怎么拿到这个方法呢 那你想啊 谁在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方法在调用 那这个函数的运行期间 他里边的this 是不是就会指向这个方法 所以说我要执行的是谁 我要执行的就是这个this 我可以把this保存一下 把它放到一个变量里边一分 我就要执行这个东西 带执行的函数 那我怎么执行呢 我肯定不能这样执行 把参数盘进去 那这样执行的话 他里边的this不就指向全局了呢 而我希望他的this指向谁 是不是指向这个 但是我又不能借助这个apply 也不能借助band 我怎么样让他的执行期间 他的this指向他呢 那还能用啥办法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这个对象去调用这个fn 对吧 那这样子的fn执行期间 是不是他就一定指向前面的对象了 那关键是这个对象里边有这个属性吗 没有 没有怎么办 我该招一个不就完了吗 比方说我给个对象加一个属性 就叫做abc吧 随便写个啊 那么这样子一来 我在执行这个abc的时候 不就相当于是执行这个fn吗 而且我通过对象调用的方式执行他 那么他里边的this是不是就指向他了 那多多都不说 你试一下不就完了吗 你看我现在传的是undefend 的啊 好了 换成卖拓 他目前应该指向全局走 你看全局 然后给他换成一个123 他就指向一个number 你看指向是number 接着还有问题 那你这样子一搞的话 你就相当于是给个对象加了一个属性了 对吧 那比方说吧 我这里有个对象obc 我希望呢 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指向这个对象 好吗 你这样一整的话 相当于是给这个对象加了一个属性abc了 那谁受得了啊 那么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呢 最容易看到的问题就是他容易把之前的属性给他覆盖掉 有命名冲突的问题 表达原来有一个属性1 好吗 你这样的一整就相当于把原来的属性给我覆盖掉了 你看这个abc变成方形了 运行完了过后我们再打印一下obg 肯定毫无疑问的这个abc被改过了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属性名啊 你要百分之百的保证他一定不冲突 你能保证吗 你咋也保证不了啊 无 你都无法保证他的名称不冲突 因为你这个玩意是通用的 你鬼知道别人后边有没有同名属性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得上simble了 用simble作为属性名 因为simble他一定是唯一的 对吧 就永远不可能有冲突的 所以你不要瞧瞧这些问题 大问题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累计而成的 你买一个雷可能一百年都不出事 最多出事的时候把你吓一跳 但是就在家里边看见一只蟑螂 你就可以预想到家里边可能有一万只 你只要买过一个雷 那也可能你在项目里边就买了一百个雷 而且是可能是每天买一百个 那就是天天报 天天连换报 你怀疑人生 要想不买雷 要想在平时开发的时候养成一个良好的开发习惯 以及吸引力的开发思维 你就需要来看一看我的大师课 这个课程是完全免费的 来临去完事了 但是前端知识很多 我一周的大师课可能是无法全部照顾得到 所以我放到大师课里边的全是前端最核心 最重要 也是最值钱的知识 而且对每一个知识都是讲到毕业的程度 什么叫毕业 就是你学了之后 你就永远不用再去碰它了 你把它撤离到血头了 击穿了 凡是面试的时候问到这些知识 你就可以想着怎么去跟他聊 我薪资了 你花一周的时间把这些知识认认真正的学完 你就会明白 我们那些三四十万年薪起步的同学 他学的是什么东西 他是怎么做到的 你就彻底明白 这个课程呢 目前还可以免费领取啊 怎么理 加屏幕上方的账号 找我的小助理 按照提示 领取即可 好 回到这儿啊 我们要用simble来作为它的属性名 来写一个呗 来一个simble 随便大概取个名字 这里就随便取了啊 比方说timp 因为这个simble是在内部创建的 所以说外边呢 整个招都不会同名的啊 你把这个玩意儿放进去 掉完了的时候呢 用它 这样子呢 是绝对不可能同名的啊 走 你看它里面是abc 对吧 给他加了一个simble 那有时候说他不对啊 那我如果说我在这里也使用一个simble呢 也叫做simbletimp 那不可能的是吧 你这样子来写的话 哪怕那个simble的名字一样 但是它是不同的simble啊 走 你看它不影响外边的属性的 啊 搞定了属性同名的问题了啊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玩意儿不好看啊 我打印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不要显示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是临时加的 那怎么让他不要打印出来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这样子复制了 这样复制呢 它是一个可美举的属性 我们就要使用objects defense property啊 关于这个玩意儿到底是啥 它有什么样的用处 为什么在weo里面 它要需要使用它来完成响应式 都在我们的大时刻里面啊 我们用它来定义这个属性啊 对象 就这个对象 给它加一个属性 哪个属性呢 就这个属性 然后这个属性的值是啥呢 值就是这个fn 是吧 然后它配 它一直为不可美举 把它视为force 完事了 那么这样子一来 有没有这个属性 有 通过这一行代码就可以把它加上 但是你在打印对象的时候 包括在便利对象的时候 都便利不到这个属性 它就像看不见一样啊 透明的 打印 你看不见这个属性 那个属性呢 确实是存在的 你看打印这个ab 打印这个zzz就指向不发 没问题吧 好 这一点也搞定了 然后你还不要忘记啊 当你完成调用之后 你要把这个属性给它干掉 你留着它干嘛呢 你不要留着它了啊 你用delete 把这个属性呢 给它干掉 因为它就是个临时的 调用完了过后 它就完事了 还有吗 还有返回值 这个函数运行过后呢 可能会有一个返回值 你看这里返回了A加B 对吧 那么用call的时候呢 依然要把这个返回值返回 啊 写完了啊 就是call的实现方式啊 那么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zz的指向 没问题了啊 这里换成数字啊 都没问题啊 试一下啊 走 都没问题了啊 而且它返回值也没问题了 这里可以拿到它的结果反应 走 都没问题了啊 就是call方法的实现啊 你平时开发的时候呢 你肯定不会让你自己去写一个call方法 但是呢 通过它可以考察你的思维能力 开发能力 以及对技术的理解能力 所以面试的话 它不可能让你现场来 一个大项目的编写 同学 你在面试了 我要考察你 有没有能力胜任工作 所以说你先给我来三个月的项目 来给我做一下 能不能做出来 谁会这样面试呢 他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出你到底能不能行 所以他必须给你上强度 二三十分钟你能干个啥吧 那你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给你上一个高强度的东西 能不能做出来 这个强度一定是比他平时工作的强度要高 你知道一个公司如果说招错了一个人 他的损失他妈的太大了 所以说你以后你成为面试官 你也没办法 你只能靠这些 你不可能跟他靠真实项目的 你怎么靠真实项目的 考不了 所以这些玩意儿呢 也不是完全没意义 那其实你要完成这些题的话 你只要能够在平时积累知识的时候 理解到位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理解不到位那就没办法